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疫情过后 人们对健康更加重视 北京高端健身房 强化健身体验感 还特别加装了一根管子 输出氧气 和缓身体之外 还能净化空气 运动完的食物也有讲究 以往习惯的轻食 多半就是沙拉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汉堡甜点都可以上桌 热量经过仔细计算 味道变化多样 吃起来也不会有罪恶感 老高峰的北京地铁 人头传动 忙碌的一天正式展开 午餐时间上班族 得好好犒赏自己 健康意识抬头 轻食自带时尚光环 瓜蛋无味 在北京这家 主打自助餐形式的餐厅 并不存在 沙拉搭配热乎乎的烤鸡 炖牛肉 让餐盘丰富起来 重盐的重油的 吃的时候挺舒服的 但是吃完了就会发现 其实就有些后悔 我们既要满足这个嘴 要保证对于身体 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形式 是挺好的 欢速搭配均衡饮食 但有时候嘴巴馋 想要吃点甜点 或者是汁水饱满的汉堡 在这里都可以来者不拒 土司上满满一层燕麦 甜品露奶滑 上来制霸茶餐厅 顺觉取胜的网红电心 肚子里也很有料 一切开浓郁南瓜 这样立刻爆脏 要吃饱 然后也要吃好 最重要的是要健康 而且看起来的话 也适合我们去拍摊照 打打卡 这个是烟麦面包 首先我就吃这个面包 每一个面包大概3.5厘米 全香港这个牛奶滑 就是炸完这个蛋一拿去炸 炸就是不是清食版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拿去烤 陶克最恶感顺先降低 烤好的全麦吐司 开出正方形 用力按压 对比传统露奶滑 降低热量 主厨有特调灵魂脏 三番大辣 一点点奶油 一点点糖 然后我们这个南瓜酱 里面有很好的材料 比如说是腰果 斑马层芝士 烤好的贝贝南瓜 乙麦奶 该有的巧克力粉 豪迈出手 再以坚果水果点缀 而总是给人感觉负担的牛肉汉堡 主厨出手变成清量级 首先剔除碳水比重 改以烘烤的蛋饼为基底 依序加入生菜 牛肉饼 酸甜番茄汁提味 老板叫我一些概念 他跟我说 不如我们做个汉堡包 比如说什么面粉 之前做过的 因为这个面饼可能 月亮非常之高的油 所以我想 还有什么原料 可以月亮低一点的呢 就上个这个汁蛋了 更说错 把大家的观念 从只吃草 这个观念里面揪出来 你所谓的青食 是你的沙拉肉类 小食和主食的均衡营养搭配 而不是说 你只吃一个减肥餐 它的口味上面 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 一些创意上面 去更新 去进步 很解压 很帅 很酷 我想练出来马甲线 奋力K沙包 几拳下来酣畅淋漓 吃得健康还要动起来 波浪不间断 需要爆发力 肌耐力 中国大陆健身人群 不断攀升 2026年渴望达到4.6亿人 健康概念慢慢更生蒂固 约人家来锻炼 他可能会有些想 我今天可能要去 朋友去聚会 吃饭 可能会找一个借口 对不对 推脱掉 然后现在的话 可能会很积极地 会过来说 教练 我现在我想 我要好好恢复地训练一下 我要把这个健康 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健身房在中国大陆 竞争越来越激烈 像我现在使用的 这个有氧器材呢 其实前方有一根银色管子 只要轻轻地一按 就会有氧气输出 让你在运动的时候 可以更加和缓 在做运动的时候 然后很容易就是 呼吸心率会比较快 如果比较缺氧的话 很容易就是 比如说特别不舒服 然后这个的话 可以刚好就是缓解 就是这个问题 挥洒汗水 弱大的健身房 不一定能维持清新空气 自带空气清净机的环境 大口呼气都不尴尬 会员在运动的时候 其实他把这个 这个氧柱打开的话 可以呼吸到 比较一些新鲜的空气 这一面墙是我们 11项专利里面的 那个制氧的氧气墙 室内的空气品质 经过过滤 经过制氧这边 产生出来的氧气 室外的PM2.5 大概91 在我们室内的话 这个PM2.5 已经降到零了 健身房总经理 林玉能来自台湾 在北京健身行业 扎根15年 台式细腻服务 早就刻进DNA中 特别重视会员体验感 疫情后第一药物 重拾消费者信心 不是用以前的 比较传统的健身房的方式 让会员买很多的大客 或是比较长年线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月角的付费 客人如果不想使用 他可以随时解除合约 会员数和去年同期 相比成长四成 全民健身观念慢慢成熟 课程健身教练资职都要精进 更上台湾人才招手 教练基本上平均收入水平 大概在1万5人民币 到7万人民币都有 我们会开很多的新店 可能他有机会往上提升 包括在专业方面的培训 他可以感觉到更好的一个 公司给他的一些福利吧 走过健康时期 健身餐饮业都在找寻最佳模式 朝着大健康趋势重新布局 去段随模式